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第三節就開始討論的意義 就是在講從第一波那部電影《自殺特攻》 是用DC的那班反派 這部電影衰弱也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裡面的形象不會因此壓低很多 其實去到《小丑女》也是一樣的 因為《小丑女》基本上是在漫畫的icon裡面 他們裡面的那些人基本上是說 他裡面就有些叫小價值 等於好像Marvel裡面他找死線 做出來的那樣東西出來 他都說我們其實大把這些這樣的角色 我們可以將它變成現在這個新的去法 去到那一刻那時候就講一下 第一第二一個很明顯的一種分別來的 那種分別呢 上一節將來也有提及過 而小丑呢 你可以說那叫男女主導之別 小丑說他裡面有一樣東西 就說你還沒說完 保住你的說話 如果上一集《自殺特攻》對我來說 最大的缺陷或過失就是 形式大於內容的話 今集我覺得一個進化就是 形式咒事內容 他就是將 還有他上一集有一個黑人的女老闆 就是一個說書人的角色 有一場在餐廳逐個介紹 但其實是很抽離很分開的 今次就是用回小丑女 做那個說書人的角色 然後他說的互相穿插 一個禮拜之前是怎樣 然後幾天前 原來四個小時前 這些東西 再互相配合內容 雖然其實相對來說 其實也不是十分深入 不過是 所以就是純粹一個形式 這樣看的時候 互相穿插 接著再帶一些角色出來 原來他跟他是 在同一個禮拜後的黑人 和小丑女 有一個閱讀的趣味在這裡 然後就 又是經常說的一件事 到底 罪事者說的事不可靠呢 為什麼 為什麼他一個 一個旁白會知道 那麼多他不在場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 真真假假 然後到結尾那場 即是鏡像 又有一個 多了一個想像 這樣 我怎樣都會 都是這樣 兩個層去看 我看 我看自殺特工 那種感覺 我自己看美國片 用一種叫做 帶出很多背後 因為無論黑色 甚至乎很負面 或者很邪惡的感覺 我有兩部戲 是有這種感覺的 一個就是 第二部就是 這個自殺特工 自殺特工那種 很負能量 很 evil 那樣東西很強 我自己的感覺很強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 這個 這個 晚琴部隊 這四個 就是 Bird of Play 其實基本上 他們是正面 在DC慢慢找回 正面的女性英雄 首先 這個叫邪正 是一個對比 跟著男性和女性 也是一個對比 我覺得這個對比 是我自己看 很直覺 看到這兩個分別 而那個 再通過兩個華裔的 一度一篇 其實是 還可不可以再給一些 所謂次文化 或者次種族的 類型 他這個 我覺得他 他用華人眼光 來放進去DC世界 這個是第二波 第一波就是 水行俠 這一個 基本上 他用這個 女導演 基本上 有一個 很新穎 他本身 他自己也是 原本是做producer 他很多 但是找他去做 我覺得 相當之 有個新穎 的東西出來 也可能 因此 對於 美國那邊 你說有個對比 不同 他實在 我想在美國人 裡面來講 看那個角度 跟東方有不同 這個很明顯 他們在這些 尤其是年輕人的電影 比如那個叫 迷宮 那個系列 講那個 迷宮 都開始 他們 走到這條路出來 所以有時候 亞洲的市場 他怎樣 將這些 叫西方漫畫的概念 用一種方式 來入東方的世界 那個移動迷宮 是其中一個 叫做成功 而且 故意在亞洲做先 現在這一步 我覺得已經 有些叫做水到渠成 他自己 都很想 給亞洲眼 你們放下去 這個 這麼白人的 城市 裏面去做 但其實 那是衍生了 兩個有趣的問題 如果喜歡看漫畫 那些人都 或者看完這部 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問 第一 他為什麼 不 找小丑出場 去到尾 是完全沒有的 第二 Batman有沒有出過場 Bruce 又出過場 Batman有沒有出過場 還有 有沒有Batman 在這個故事裡面 你有沒有一個想法 我有的 Batman 有沒有Batman 這個角色 在故事裡面 是 有沒有 Batman也是猛級 也是鳥類 整部電影 其實也是 充滿著 很多鳥類 例如那隻手 他 他 不是那麼抽象 你有沒有想過 Roman 就是Batman 是黑道中的Batman Roman 他就是Batman 你看他的面具 Batman 大過的 那個面具 在Batman故事裡面 變成黑 Batman 那時候 是有那個影響到 現在 所以我想 在那些粉絲裡面 是抓到的 那個黑道的Batman 這就是男人世界 做了出來的 unbreakable 就是那個 因果效應 這部電影 是玩了出來的 就把Batman 用東方的 那個 因果理論裡面 是視覺化 表現出來的 所以 他裡面 你不要小看 他的剝臉皮 還有那個 有很多 那些 的意象 他告訴你 Batman 他最大面對的問題 就是 無眠法 原來 你戴著面具 你可以 一個有錢人 扮英雄 當你脫了面具 你就不脫了 但是 第二世代 Batman 那時候 Christopher Roland 都已經說 Batman 你的面具最重要 就是在皮的裡面 那場是最經典的 就是把Mask 那件事 更加深入提供 來到這時候 他就是 跟大家說的問題 小丑女的 那個面具 和小丑的那個面具 是脫不了的面具 因為 在第一代 Jack Nicholson 他就掉了 那個 化學的 容料裡面 他令他的面 變成一個面具 小丑女 也是一樣的 他對於Mask 那件事 他講得很透徹 我覺得 你可以延伸閱讀 為什麼我覺得 他很厲害 他就是 把這種 玩一個 倒轉 再倒轉 再倒轉 但都是同一個題目 就碰了出來 所以 你會看到 那個 Evan McGregor 他旁邊那個 就是 你說 那個是 究竟幫他手 那個是不是 Robin 不知道 但是他們兩個 一定是搞機的 我不知道 為什麼在電影裡 沒有了 但是在Trader 我的印象 看到他們是有Kiss的 所以我覺得 他在這部電影裡 其實你可以看 他是在玩一個 顛倒 再顛倒 然後大顛倒 這樣的 轉了一次 再一次 然後再多一次 這樣的 這個我覺得 如果你看過 《解封小丑女》 裡面 他這次 這班 創作組合 玩了相當有趣的 一個元素 這個元素 其實大家可以看 其實都未定局 在香港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 不錯 但其他地區 是否可以呢 但是我覺得 現在香港的 那個票房裡面 反映到 其實我有一個看法 就是 因為 在另外一個電影 《Joker》裡面 他講那個紐約 的時候 其實很多觀眾 香港的觀眾 都意會到 可以跟香港打個龍通的 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但是 這一次 你會看到 正確是 一男一女 轉了 做一個女版的時候 他裡面 還有沒有龍通 在那裡 打得出來呢 我覺得 最有趣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看 另外 發現一個 現象 不過未到現象 可能暫時看到兩部電影 就說回到剛才Oscar那邊 因為之前未看《晴朗的一天》出發 看到Oscar 或者之前金球長 看到Tom Hanks 咦 為什麼會男配角呢 因為之前看本來的報告 或者什麼 然後看完這部電影 就發現 他男主也可以 男配也可以 然後發現 某程度上 這個是配角的故事 然後放回去看《猛琴部隊》 如果我們從整個結構去看 一個 一粒鑽石 一個家族被人滅滿 然後再去 努力去練功 回來報仇 完成他自己的character art 然後再由一個 復仇 變成一個 Vigilante 或者叫做正義 其實這個 《猛琴部隊》 其實是那個 十字角 不是 是那個女獵人的故事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一個正路 其實這個 某程度 和程康的關係 就是一個叫做第二身的角度 就是我看回那個主角的故事 當然 那個氣氛 或者什麼都放回我那裡 就是 發現慢慢有一個趨勢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有多少 從前有一個 《荷里活》也是在說這個 是的 就是 它裡面的 你以為它是磅友 但是磅友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個叫Huntress 基本上整個故事 你會看到一個主題 就是Huntress 怎麼把那個車 那個Key 給Cast 那個是最關鍵的 那個是 它裡面有很多這些 有趣的那個 玩轉 它最主要是說 如果你現在 都用舊的 想法的思維 比如有主意 有一個叫做大 大信仰式的 去想法 你就想得不夠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題目 因為甚至乎 去到尾才發現 原來 小丑女不是猛群部隊之一 她還是說三個猛婆 是的 所以其實 不是很老 我又覺得 你提到主意 我覺得這部戲的主意 真的是類性主意 但是那個類性主意 當然這個時候說 通過這些次文化 漫畫故事去說 當然就不是你最 你最不得的那種 叫做傳統那種 女性主義 你基本上 你分到 分到 你連黑人那件T恤 那句對白 我忘記了什麼 我看的時候 已經是女性主義 I shape my ball for this 你會看整件事 你包括 我覺得 我現在去到 Wabi Margot 身上 你看她的演變 其實是由她 I Tanya 這次 這次打架那場 都特意出回她 在流冰場 用過Has 那首 Barracado Barracado 什麼Barracado 是的 什麼 可以 可以 是的 她這次打 又用過這首歌 你發覺呢 其實根本上 她 我想 用一個女性形象的直線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她由這個 叫做 Wictim 罪犯 被老公欺 依附 雙性世界 但是 她在中間走過很多 很多 我們說 就是她 做 Sharon Stone 還有一個 Hollywood 然後 然後 Mr.Sharon 不是 Sharon Tay Sharon Tay 然後 就 做 聖醜聞 她是三個之中 亦都是Victim 那個 亦都是 露條底褲 丁這麼多 已經是很厲害 對 已經很受傷 其實這是一個接力 由Ithanya 到接這個 小丑女的 自己一個自轉 一個成長 你會看到 真的是女性主義 但是當然 最後她又不是 她又不是 Best of Play Best of Play 她們 是的 她們反而是一個 正經的女性 復仇 我 就 覺得 你 不如 將女性主義 扔走了 因為 深女性主義 不是 她不想用 她不想用 但我 就有關用 因為 你會 一說出來的時候 或者 有很多人 馬上將你 上綱上線 就當是舊式的 那種女性主義 這個戲 你跳到小丑女 她就 教大家 你不要說我 那些叫做女性主義 你說我 這些是什麼呢 叫XX 是的 XX XX 這個 不是主義 是XX 她要對的 那個是XY 這樣就很清楚了 我不是玩主義 我現在是XX 這個 就是一種 逆反的 這個 XX 就是女人的基因 XX 男人的基因 XY 但是現在很多男人的基因 他的意識 就變成XX 所以 女人 開始變成三個X 反恐怖族的 三個X 為什麼我叫他 XXX 然後男人 就XXY 為什麼要XXY 因為有些阿叔 現在開始Kissi 那些 那些阿叔 就是XXY XXX 所以他XX 這個是一個新的Term 來的 在電影裡面 它根本就是在那裡宣言 你不要用那種 舊式的想法 方式 我現在是XX 我現在是XX 明明的問題 是 關鍵來的 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 亦都跳過去 那個叫做 在晴朗一天出發 很多人 就覺得 You talk too much 所以會變得很悶 這個就是外國的那個反應 來到香港的人 都覺得 哇 你怎麼說這麼多 但是 那些人都說 喂 在這個 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三個世代 都受他的那個 字眼的延遲 的影響 哇 講起晴朗這一天 插一點點 就是我個人比較 比較犬儒 是 我看完晴朗一天 最大的感覺就是 這個 當然很多人去質疑 到底他是真還是假 包括記者 相當之好 不如晴朗這一天 可以進來進去講 因為他都是跟紐約有關 我們接下來的那一節 再跟大家講 這個電影有檔 好